就是这句话 让行政院长苏贞昌好生气 我一天到晚在地方请走 到现在都还是新北市民 现在因为选举就来能言能语 或者把当时的感谢都不讲了 这种全功后继的态度不好 怒皇侯友宜选前领补助 选举时就不懂感恩 话说的这么重 就是因为苏贞昌日前抨击新北建设 停滞不前 成了双方开战的引爆点 我们可以看到社宅方面 这个侯市长他大概也没有很着重在这一块 那这个进度跟其他的县市来比 那这个进度也有很大很大的落后的地方 他们讲说新北市政府 未来没有规划社会住宅 人家就已经讲了七处一点三万户 这个就是铁针针的事实 所以丢泥巴站 然后造成一些民众的混淆 是林佳龙未来四个月的选战的驻咒 点出林佳龙选战策略 就是不断攻击侯友宜市政 但诡异的是行政院也照着林佳龙的步调打猴 难道苏细这一回是铁了心要帮到底吗 一个是苏细一个是政国会 他们彼此之间在勾心斗角 可能民进党的优点就是 一旦对抗外敌的时候 他们会展现出团结一致的态度 表面上的团结并不是真正的团结 你们私底下还是一样在恶搞林佳龙 从苏贞昌带头 行政院摇身一变成了林佳龙的最佳打手 但到底是真团结还是背后又有盘算 随着选战接近 将会越来越明朗